中共横行ABAC峰会滑游,耍脾气外交,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美联社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BAC18日落幕中共政府,在峰会的蛮横举止引起各界批评,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便刊登专闻,将中共的ABAC峰会表现,称为耍脾气外交。 华游专栏作家罗金,George Rodin转写的专文提到,ABAC峰会举办近30年这一届,破天荒出现领袖宣言难产的情形,中共代表团更在峰会宣告失败的当下鼓掌庆祝,让其他国家外交官十分反感。 这只不过最后一起插曲会议结束,前的一个星期中共官方代表团一再作出挑衅,霸凌,偏执和奇怪的剧量,用以展现其支配地位,并施压峰会主办国巴布亚辛吉内亚和其他所有国家屈服他们的,要求罗金表示。 一名出席峰会的美国高阶官员,告诉他,这有点变成中共官方关系的惯例,耍脾气外交他们宛如在自己地盘搬来来去去,并试图透过霸凌手段,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从峰会还没开始,一直到峰会结束。 中共官员运用一切机会强硬施压,或暗中破坏,巴纽政府和其他峰会成员国会前,巴纽首都墨士比港,Port Mossby大街上随处可见中共的魅力攻势。 除了中共国旗还有大型看板盛在一旦,一路倡议最后五星旗虽撤下却,改挂少了黄色星星,与中共国旗几乎无异的大红旗罗金在专文中说。 中共第一个公然胁迫举动是禁止所有国际媒体入场报道,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八个太平洋岛国间的会议,指准自家官媒采访罗金引述美国官员说,这是中方一记乌龙球,因为这下国际媒体只能报道中共粗略行为。 接着情况急转直下,17日,习近平和美国副总统彭斯,Mickey Pence,先后在邮轮上发表演说彭斯发言五分钟后,在安边国际媒体中心,聆听演讲的记者团网络血断讯,意味他们无法及时聆听演说内容。 等到彭斯言说进入卫生媒体中心的网络又神奇复活,罗金说官员告诉他,不能确定是中共动手脚弹会展开调查。 罗金说,更疯狂的还在后面成员国幕后忙着敲定联合声明时,不满意进展的中共官员,要求会见八牛外交部长,并在遭对方拒绝后硬闯外交部办公室。 最后遭警察驱离事情,还没完罗金写说,协商工作持续到18日时,对声明疑神疑鬼的中共官员,开始在场边与其他国家展开小组会议,并在正式会议中拉开法门说,各国在算计中共据美国官员说法,当时场内没有其他人吼叫。 最后,除了中共其他20个APAC经济体都对联合声明达成共识,罗金撰文说,中共代表不满的争决,在于联合声明中,有一句我们同意对抗保护主义包括所有不公平贸易。 作为因为他们认为这句话是冲住中共而来,中共官员开始发表长篇大论,消耗时间心知肚明,时间有限且各国领袖都赶着回国。 当时间耗尽,峰会结束,领袖宣言宣告难产主会场附近房间内的中共官员爆出掌声,专闻最后指出大家可从中共政府错误摆出的悲喜剧。 Tradicomeday中得到三个结论。 首先,他们行为举止,日益明目张胆且强制,高压尤其针对印度到太平洋地区小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就是一粒有着数不胜数的开发计划,和让人喘过不弃的庞大债务。 其次中共行为的偏执和过度敏感本质清楚显示北京政府自接受到美国及美国盟邦的威胁。 最后北京当局的行动实际上疏远了其他国家,这明显不服中共自身利益,显示出中共官方行动是从上而下控制的,往往会妨碍良好决策。 即使中共代表团认为策略会产生反效果他们也无权改变。